在露營區專人陪同下 機動市長林宥昌等人 一起進入頂級帳篷區參觀 可以入住兩個人到四個人的 親子頂級帳篷區 總共有24頂頂級帳篷 裡面都有冷氣舒適的床鋪 更有獨立的沐浴以及廁所空間 並且配有名牌毛巾以及沐浴備品 就是要讓入住的民眾 享有頂級的露營感受 其實現在喜歡露營的家庭很多 不只是同軍的夥伴們 特別這個也是非常好的 一個親子的活動 在假日的時候 我想一家人可以在一起 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而且我們基隆的營地 就是在我們的東四根 其實現在交通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覺得大概是北台灣地區 應該是現在最好的一個 親子露營的一個空間 除了可以自己搭帳篷的營地 另外也有已經搭好的 大家比較舒適的露營空間 所以你可以一家人來 也可以一個團體或者公司 很好來到這個地方 我相信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在市長林佑昌帶領下破冰正式啟用 這是位在基隆市暖暖區原有的 童軍露營中心 經過市政府多年來不斷地努力 解決土地建物以及自來水等各項困難問題後 再加上委外經營業者的細心規劃和整理 改造變身為童軍生態遊學中心 也叫做拉坡坡村 市長林佑昌認為 應該是北台灣最好的親子露營場地 除了提供一般童軍露營場地之外 其中住宿一晚含餐食 一萬元左右的頂級帳篷區 更是吸金以及行銷的重點 未來希望可以帶動基隆 以及暖暖地區的整體觀光發展 記者吳俊松 吉隆報導